全油管最快新闻 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4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投资下降9.5% 销售密集同比下降19.4% 70乘新房价格呈现下降趋势 二手房价格普遍较便宜 公积金政策调整频繁 多城市提高贷款额度 灵活就业人员想住房公积金政策优惠 专家指出 2024年可能是买二手房的好时机 市场正处于回归理性 价格稳定的关键期 市场调整蓄理性面对 政策支持有望次机构房需求 房地产市场数据变化 明显二手房价格泡沫被挤掉 购房者或迎来较高性价比时机 公积金政策频繁调整 为不同群体提供更多购房便利 市场处于调整阶段 适当关注市场动向 理性选择购房时机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